重磅 博人传官宣完结 火影星座启动 就在刚刚 火影官网发表了两则重磅消息 一则关于博人传 一则关于火影 首先是 博人传动画第一部 将于本月26号完结 也就是说还剩三集了 目前已确定 这三集都是高能座画回 云集了甲田正行等多位行业大佬 据说 会新增大量鲜民与考德的战斗 给第一部来个炸裂收尾 不过 这并不是少年篇的最终化哦 同时 博人传动画第二部 已经确认制作 只是播出时间未定 据说 是为了给死神千年写战片 空出档期 就像之前传的那样 博人传有非常大的概率 会为了提升质量 变成继帆 第二 从7月份开始 将播放火影精选集 收录火影里的一些名场面 9月开始 将播出火影20周年完全新作动画 估计就是案本给上次官网发起的 人气投票活动第一名的角色 打造的小短片 不出意外的话 就是水门传了 一共四集 大家怎么看呢 属 Bahn 励 辣 散 辣